我们有点走马看花过去 那我想我今天再稍微补充一下 也可以从这个当中 让我们大家有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回顾 好 声音有点大了一点 好 我们看一下 1949年是什么时候 新中国城里 在1949年以前 我们看看这个中国教会 做了些什么宣教工作 你会发现中国的移民潮 这个很多都跟政治环境有关系 凡是当中国动荡不安的时候 就会有移民出来 其实这也是很自然的 是不是 讲好听点叫移民 讲不好听点就变成难民 就像说叙利亚伊拉克发生战争 所以就跑出去了 跑出去到了欧洲到哪里 其实他们本来都是难民 是不是 那么早期 这个1949年以前 那可是当中有很少数的 有一些他们移民出去 是基督徒 所以你看好第一批的移民到哪里了 第一个到这个 北波罗州的巴塞 这是就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有沙巴 东马 东马 西马我们比较熟悉 西马像这个吉隆坡这些 但是东马就比较是像沙巴巴塞的 这些比较算是这种少数族群的 比较多 那么早期的客家人 他们就到了那个地方去 后来香港的重征会 重征会也是客家人 重征会他们也到了沙巴 那么谈到这个所谓的国外海外的宣教 刚才讲的这些都还比较是所谓的移民 他到了那个地方 然后建立还是中国人教会嘛 就跟我们今天来到北美建立北美的华人教会一样的事情 那1901年到1949年呢 我想就是很著名的就是所谓的 你们都听过这个所谓的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是吗 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其实跟两个团体有关系 一个叫做片传福音团 这是在1943年的时候 这个当时候的在陕西的凤翔 有一个西北圣经学院的副院长 当时候的马可牧师他担任的团长 他们当时候就是领受说神给他们异象 要福音要从沿着丝绸之路 一直传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这个最早的异象是从这里来的 现在大家对这个异象 我等一下会稍微说明一下 因为大家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大家只知道这句话 但是有时候不了解内容 到后来我就听到有些很离谱的东西出来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师母 他跟我讲说 他说我们这个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 对不起还不是一个师母 是一个牧师 所以他说 所以我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看一看 对不对 对不对 他这样讲对不对 请问什么叫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那个意思是什么 那个精神是什么 宣教 对 那他去耶路撒冷做什么 对 为什么要去看看 非建国 如果怎么跟你们这个广东话叫 鸡同鸭讲 是不是 你讲一遍标准的广东话 鸡同鸭 我学广东话最早学的就是这一句 讲不通 鸡跟鸭怎么讲 讲不通 好 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那个核心的意识或者精神是说 要借着 因为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出来对不对 是吗 所以借着保罗把福音当时候传遍了当时候的地级 然后福音到了欧洲 然后欧洲又到了美洲 是吗 所以呢 讲这个东西 讲传回耶路撒冷有点像是说 福音从那边传出来了 今天传到咱们中国人来了 我们要把福音呢 就再传回去 意思就是说传遍地级的意思 他只是用传回耶路撒冷来表达福音要传回 传到地级 这个意思 你懂意思吗 只不过说因为在古代的时候 有一个所谓的丝绸之路 从西安经过中亚 一直到了哪里呢 到了欧洲 当时候中国跟这些中亚的 还有这些中东的国家 欧洲的国家 借着这个丝绸之路 是产生了经贸的这个发展 我们后面会谈的一带一路 所以当初这些的 这些长辈们 他们领受了这个意向 他们都是神学生 西北圣西学院 看看我们这边的丰收神学院的学生 有没有也领受了意向 他们领受这个意向 并不是就是只是当做一个口号 当时候他们确实就去了 宣教士赵卖家和恩正夫妇 是这个最早的早期的老前辈 我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 他也是这个台湾华神的老师 那么他对 他对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呢 他就花了蛮多的功夫去 去做一些的研究 他去西北去了好几趟 他也亲自去访问了 这个当年的这个像赵卖家 他们这些老前辈 现在都已经是九十多岁了 甚至硕果仅存了 那跟他们谈当年他们的那个意向 是怎么样子的 他们当初带着这个意向 这样子就沿着从西安 然后就要到这个新疆去 可是后来就是因为1949年 这个解放 所以他们没办法出去 整个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意向团 这个福音团 那你想想看在解放 那个时候这个兵荒马乱了 你还不要谈的宣教了 根本连国都出不去 是不是 所以这个意向好像就 因此就胎死腹中了 除了这个福音 片传福音团之外呢 1946年西北林工团 他们也领受同样的意向 这个主要的 这个西北林工团 他们来都是大 都是来自所谓的耶稣家庭 你们有听过耶稣家庭吗 这是在中国教会历史上面 也很难得有的 真正的把初代教会 使徒行传里面 这些所谓的 真是共产生活 防务公用 在那个地方 是活出来 那所以 这两个 他们都是带着 这样的意向想做 可是最后都没有成功 这是当时候大环境 所造成的 所以事隔了五十年六十年 后来中国的家庭教会 就开始也喊出了 这个所谓的福音 要传回耶路撒冷 那你们都听过 这个有一个叫天上人吗 有的人听过 有多少人听过 有一半的人没听过 当然这个问题是有点争议性 但是我就是让你们知道 有这么一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也影响蛮大的 至少在十年前 这个影响是相当大 那十年后的今天 这个影响其实并没有减少 它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在继续地进行着 那我们从这些历史 我一再讲 知古怎么样 建经 从过去的历史 我们要稀奇教训 那这个云弟兄呢 他这个出了一本书 叫做天上人 是吧 在西方世界 因为被翻成英文了 所以非常的流行 所以西方的世界的教会 对中国的了解 其实很多是从这个来的 它里面讲的很多 这个中国教会的那些神迹 其实那是让很多家庭教会人觉得 它是有点在夸大 那么有一批的这些西方的 这个也借着他带他到西方的世界 德国了 这个到一些美国了 到这些欧洲的国家去宣传这个意向 所以他们也收到不少奉献 但是今天呢 今天呢 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我最早听到的是 中国教会要裁判十万个宣教士 现在有几个宣教士 对 对 对 但是 他在外面说 他也不是只有他们在说 还是有人在国内说 随便他怎么说 好 所以 我要让大家了解就是 因为这个 现在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已经算是有一点销声利机了 好 可是 后面我会提到 后面就是最近这两年 国内开始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宣教中国2030的这个运动 那这个我后面会再提 那我要提这个 因为这个作为后面这个 作为我们一个参考 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我今年四月 到这个伊拉克去做短宣的时候 我还碰到 有国内来的宣教士 那我问他你是国内哪一个教会 什么团队才来的 我后来了解到 他们就是 也是一个所谓的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这一个机构 那我不晓得因为我没有见到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负责人也是一个美国人 我没有见到这个美国人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 我从他所提呢 我也不晓得他是不是跟这个所谓刚才讲的这个天上人这些这部分有关系 但是就是说我刚刚讲说还有在影响 意思就是说还有这样子的一些 不管是你说美国的也好或西方的一些的机构 他们用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那他们也想做 至少我看到的是就是他们已经跟国内的有团队合作 他们来负责经济 然后由国内这边出任 但是我看到他们的做法我只能说很粗糙 这个机构呢 他连在那边都没有负责人 就把年轻的一对夫妇就打发到那边去 老家的这些长辈 自己连出个国都没有 我意思说根本也没有去过海外宣教国 所以他们也没有经验 是吗 那你想最后这个工作能不能做起来看谁了 就看这个宣教室了 到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 语言也不通 从头一切都开始 很辛苦的 所以有相当大的比例就阵亡了 郑王不是说死掉 郑王就是说可能就回国了 灰心回国了 或者是就坐不起来 就离开了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些东西 因为有一天可能你就是老家拆派宣教士的长辈 你懂我意思吗 你如果不懂怎么做 你是派自己人出去做炮灰 炮灰懂吗 所以这个当初这些 这些不管是片传福音团或者西北灵工团 他们有这个意向 他们也确实有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 可惜大环境并没有成就 但是我相信也有神的美意 因为以当时候 其实整个中国的当时候的情形来讲 方方面面 其实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大国 是有一些条件在那边的 所以这些我们都需要了解 那这个意向本身是好的 我也相信 其实不要说今天他看见意向 这个大使命本来就已经给我们了 是吗 有没有说大使命是给西方人 不是给中国人 没有 这个大使命给西方人 也给我们中国人的 所以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 我个人觉得现在也不必喊什么口号 你修了 你修了葛牧师的这个财传学 宣教学之后 你就知道 根本大使命就是每一个教会要做的 这就是你的意向 没有别的 有一个韩国牧师 我到他的教会去讲道的时候 他当时候教会一百多个人 他就跟我分享他怎么建立这个教会 他的教会就叫大使命教会 那我就问他 你怎么开始这个教会 你的意向是什么 他说他神学毕业的时候 那么他就跟主祷告 他说他去禁食祷告四十天 求问神 神要他建立什么样的教会 他祷告禁食了四十天之后 结果你猜怎么样 神给他特别的意向吗 他说也没有看到什么雷轰闪电 也没有看到所谓的什么的意向 可是他说 他很清楚的知道 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十九节二十节 就是神要他建立这样子的教会 所以他从一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 就把教会是当作是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大使命的教会 他们不花钱在盖礼拜堂 一百多人的教会 在韩国是小教会 他已经设立了一个 算是所谓宣教中心 也不大 就是一个小的 有一个大概可以住个大概四个人 六个人左右的一个课堂 就当作是宣教中心 那当时候我去的时候 他就有两个从非洲来的牧师 就住在他们那边 大概几个月时间 他就训练他们 然后把他们再拆回非洲 去做开拓教会 才一百多人的教会 就可以开始做这个事情 教会金钱各方面全力在做宣教 那弟兄姊妹 所以他进食祷告四十天 零售的就是说要建立一个大使命教会 我每次想到这例子 我就跟弟兄姊妹 我就常想 我说你不用进食祷告 你也不要通宵祷告 你也不需要撞墙祷告 这个大使命已经给你了 跟你旁边说大使命就是给你的 所以如果你出去要建立什么教会 你也不需要这个进食祷告 去求问 神的话都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 是吗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 你不需要祷告寻求神 是不是 我们服侍神 我们建立教会 我们这些 我们需要神的同在 需要祷告 可是至于说 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把异象弄得很抽象 大家好像一定要 怎么讲 一定要灵光闪闪 突然天空出现一个十字架 像君士坦丁一样 这样才叫异象 什么叫异象 异象这个是vision 它的意思就是属灵的看见 也可以说是从神所领受的话语 在旧约的时候 确实有这种所谓的先知看到异象 是吗 对不对 到了新约初代教会的时候 也看到异象 保罗看见异象 让彼得看见异象 可是请你记得 当神的话语已经完成了 神更重要的 他的旨意 在圣经已经都告诉我们了 是不是 所以我刚刚讲的 除非圣经没有清楚地讲 否则的话圣经都已经这么清楚讲了 耶稣在升天之前 然后跟门徒们显现说什么 所以你们要去 是吗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今天他照样 这句话是对我们说的 他对每一个丰收的神学生说的 他对每一个华生的神学生说的 可是奇怪 同样华生毕业 为什么很多人出去了之后 他却不知道建立的是这样教会呢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学习双异的教会 门徒训练的教会 学习这个什么幸福小组教会 或者是学习那个新加坡的 Lawrence Kwan的那个小组教会 或者学什么 很奇怪 这些都是模式 英文就说这是means 这不是an 意思就是说 这些都是达到目的的过程 我们拼命在学这个过程 但是我们却对目的不清楚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大使命为中心的教会 如果教会 没有成为一个大使命的教会 教会就不叫教会 因为大使命是主耶稣托付给历史历代的教会 是吗 好 所以我刚才提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因为比较有这个历史传统 我们喜欢喊口号 所以年代的教会也不知不觉的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哎呀 我记得我多年前在国内的时候看到一个大招牌 那个招牌里面就是 其中有一句话就是什么 要把什么是说在什么十年之内还是怎么样 要把什么怎么搞上去 那时候不知道国内又在推动什么运动 好 那你就看那个口号 以前国内在弄那个什么计划生育的时候 你们会背吗 计划生育的口号是什么 只生一个好 现在呢 生来生里都一样 是不是 这些我们都都很会 不知不觉教会也开始这样子 福音要传到地极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是不是 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这件事情不管是 现在过去的所谓的福音传片 这个传回耶路撒冷 或者今天我们再来一个宣教2030 不管是你用什么口号 用什么运动 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尽量的去喊它 去强调它 可是不要忘记 这个是根本就是圣经里面 神的话已经清楚告诉我们的 Amen 好 那么 实际上面刚才讲的那些 就是说因为 这个在49年之前解放 所以这个就没有成就了 那我们看看有一些是 像海外宣教发展的这些 这个国内的一些团体 其中 其中我要提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对林良堂比较熟悉 好 所以我就提一下 这个林良世界布道会 1942年 这个林良世界布道会成立 赵世光牧师跟着当初几位同工 一起跪在神的面前祷告 然后在上海成立 所以赵世光牧师是一个布道家 他是一个非常强的布道人 在那个年代 当然我们都比较熟悉的是宋尚节 可是赵世光牧师 他也经常在东南亚这个地方布道 只不过他不是只布道 像宋尚节是只有布道 他不建立教会 那赵世光牧师是布道 然后建立教会 我到 我现在在的这个教会 也是赵世光牧师 当年在洛杉矶 在美国设立的第一间教会 我后来这几年有机会 我到印度的林良堂 还有到这个印尼 印度尼西亚 印尼的林良堂去 我就发现每一个林良堂 都有一个 这个类似像匾额一样挂在教会里面 就是马可福音说的 传福音给万民听 所以你可以看见 好像那个DNA 从赵世光牧师就一直的传承下来 在林良堂的这个里面 林良堂在 那个时候 赵世光牧师可以说是发展得相当成功的 在印度有林良堂 在香港有 在美国有 在这个菲律宾有 还有在刚才讲的印度尼西亚 那么也后来到了台湾 那台北林良堂 后来因为周神柱牧师去了之后 就发展得就很快速 之后 现在林良堂大概在全世界 已经有超过500间的这个分堂 那所以包括圣明和林良堂 那这些北美的这些林良堂 几乎都是这样子产生出来的 在华人教会里面来讲 这个算是发展 可以说是比较快的一个 你如果要称他中派 其实他们自己并不成立中派 他们比较是一个 所谓的异象连结的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好 那我们再看 这个 这是19多少年 我这个抛掉了 这是接着我们开始1949年 1949年以后的 这个华人教会的海外宣教工作 菲律宾有个灵慧堂 在1966年的时候 郑果牧师 郑果牧师有人听过吗 郑果牧师也算是 我们华人教会宣教的老前辈 他也过世了 他有一个蛮 让大家除了宣教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 他因为在解放之后 太太留在国内 他一个人在这里 他们中间分隔了50年 他一直没有结婚 最后等到 太太这个国内开放之后 太太出来了 两个人才又在一起 所以这也是在教会界的一个 大家传为的一个美堂 一个家世 好 这是 所以菲律宾的灵慧堂 算是在华人教会 一个很着重宣教的 一个教会 像这个 后来 后来像 你们知道那个 菲律宾 有个少庆章牧师 有没有 菲律宾有一个神学院 是少庆章牧师的儿子 担任院长 好 那都是 他们都是早期 都是灵慧堂的牧师 好 所以这是 最早期的 那么1968年 在台湾 可以算是台湾国语教会 最早 做海外宣教工作的 就是吴勇长老 所带领的 这个海外宣教协会 海外宣教协会 现在还继续的在运作 每一年 他们暑假的时候 都会在洛杉矶 有一个下令会 就是都是 以前都是吴勇长老 在讲宣教信息 现在他们就开始 吴勇长老走之后 就请别的人了 那香港呢 香港 香港有一个西伯伦拆会 是宣道会的 你看这个拆会名字 你就知道宣道会 本身就是很着重宣教的 所以他们在1972年 也建立了这样子的一个拆会 讲到这个 回到刚刚讲吴勇长老 其实我起初对 这个宣教有负担 也跟吴勇长老很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要练神学之前 参加 参加了一次 就是我昨天还是前天有提到 台湾有一个清宣大会 那么清宣大会 他要求参加的人 你都要先读 不知道是两本书吧 还是 差不多可能是两本书 还一本书 那他有一些指定的书 那就去去找 那我就选了一本书 叫做《直到地级》 我就去神学院的图书馆 去借了这本书来看 结果看了第一篇 就是吴勇长老 在海宣历届的 他的下令会的讲章集 他第一篇就讲到说 他到北欧的 不知道是芬兰还是挪威 去那边讲道的时候 结果有一天 弟兄带他去参观 一个当地的教会 他就很讶异地发现 这个教会不大 大概只有六张板凳 可能坐起来 不过三四十个人 可是他们的教会 公布栏里面 就放了两个照片 他就问这弟兄 这两个人是谁 那个弟兄就跟他讲说 他说这个是 这教会拆派的宣教士 吴勇长老就很讶异 他说这个教会 三十个人不到的教会 就拆派了两个宣教士 后来他再去一打听 发现这个国家 教会啊 不管是大教会 小教会啊 都在做宣教工作 所以这个教会 拆派两个宣教士 并不是什么很特别 他心里就很受的震撼 因为当时候 吴勇长老的 所牧养的教会 大概有十几间教会 单单他自己 所在的那个教会 就五六百人了 可是他们那时候 连一个宣教士都没有采派 所以他回去台湾之后 他就全力的推动地方教会 起来做宣教工作 因此才开始慢慢的 地方教会的宣教士 一个一个的出来 在那个年代 可以说在四十四五年 我看看 他是一九六八年 那也蛮长的时间 多少年了 也有五十年了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 在那个年代的台湾教会 大家可以说 公认他们是 最看重宣教的教会 或者说你称他教派 好 那由这个 你也可以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教会的主任牧师 非常重要 可以说教会走不走宣教 跟教会的主任牧师 有绝对的关系 好 所以后来我 我看到 我看到 我看到吴勇长老 写的这一篇信息之后 我也很受震撼 就如同他看到 他受到震撼 我看他的书 我也觉得很震撼 我说是啊 为什么一个小教会 就可以采败两个宣教士 台湾这么多教会 怎么都 都没有做宣教呢 结果 后来我才发现 我看错书了 有另外一本 直到第几的书 结果我看的不是那一本 结果我看到 吴勇长老这本 不过 因错阳差 人会错 神不会错 是不是 就是这么奇妙 神让我看错了这本书 可是看第一篇 就已经感动了我 就把这个做宣教士的种子 放在我里面 好 那么我们看看1949年以后 海外华人教会的宣教工作 腾经会牧师 也是我们华人教会 做拆传工作 很著名的一位牧师 不过他也是在几年前过世了 香港的宣道会 因为腾经会牧师的关系 他们在1973年成立了宣道会的联会 所以他们也积极的在做宣教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可能慢慢就比较熟悉了 台北领域堂 我刚才已经提过了 台福教会 台福教会 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 他们就喊出一个口号 或者说意象 他们就说要在公元2000年以前 要建立50间教会 后来他们2000年的时候达成这个目标 之后他们又定了一个 不晓得是20多少年 要建立100间教会 反正就是他们也是很积极的 在所谓的海外的 在华人教会当中 很积极的在做池塘的工作 不过呢 台北领域堂 台福教会 过去在做池塘 他们也都是 主要是针对什么 针对华人 只有 不能说只有了 主要是 生命和灵梁堂 他们开始 比较主要的 是在跨越文化 的宣教工作 这个 我跟这个 比如说牧师谈过 他其实受 宣教的影响 跟早期 他曾经有一年的时间 在我参与的这个拆会 叫做环球福音会 美国的总部 在Pensylvania 他在他们那边 曾经有过这样子的 一个实习 或者说他去那边 参与了一段时间的实习 我不知道到底多长 对不起 他就看见 这些西方国家 做宣教等等这些 我想那个对他 对他以后 把教会带成是一个 强调做跨越文化宣教 工作的 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也因为 生命和 开始做跨越文化的 宣教工作 他们在非洲 在蒙古 都建立了很多间教会 影响所及 我知道像洛杉矶的 有一个林良堂 他们也 做了一些跨文化的工作 就大概陆陆续续 有一些教会 也跟着做一些跨文化的工作 好 那现在我谈到一个 我们大家比较不熟悉的 叫做召会 听过召会吗 早期就是 黎托森弟兄的聚会所 那么后来李长寿 因为49年之后 李长寿到了台湾 所以会所的 这些弟兄姊妹们 可能都 最后大本营 就都到了台湾 在台湾 他们发展的也很快速 如果是说 以教会来讲 他们应该算是 应该算是 可能是第一 第一大教派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真耶稣教会 就是所谓的土生土长的 不是靠外来才会的 一个就是召会 另外一个就是真耶稣教会 那真耶稣教会是比较 比较算是有点 比较极端灵恩的 那召会呢 是从聚会所 那召会是从聚会所 从尼托森弟兄 这个系统里面 一直传承下来的 后来李长寿 就开始推动召会 做海外宣教 台湾目前统计有 大概550位海外宣教士 其中有一半是召会的 你就可以知道 他们这个做宣教工作 是很强的 因为另外一半就是 所有台湾的这些各个宗派 加起来的 他一个宗派 就裁判了一半的台湾的海外宣教士 在俄罗斯 在东欧 在这个 很多地方 他们都有去建立 建立他们的宣教工作 好 所以这是召会 好 那另外 如果我们讲 国内的家庭教会的话 当时候有这个所谓的移民宣教 也可以说是在国内比较具有这个跨越自己本地的 比如说今天方程团队或者是影响的立新的或者是这个中华福音团企的这些比较大一点团队或者有的小一点团队他们都有在做这工作 就是把同工打发到别的省或者别的地区去做这个建立教会的工作 这个是特别是在中国教会那个复兴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这种的是很普遍 好 那这样子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 这个中国教会在做宣教工作 你有没有发现 还是比较是在什么 以宣教学的分法来讲 M1 M2 M3 在哪里 还是比较是M1 对不对 只不过说 以地理环境来讲 他们是到了国外的 对不对 到了巴西 到了阿根廷 到了这个马来西亚 到了这些地方 去那边建立教会 还是比较多是在这个地方 那这也是我们普遍目前华人教会 可以说多数的拆会 做的还是在这样的工作 你们都听过 你们都听过华船吗 叫做华人福音普传会 那么临安国牧师 那他们也算是在华人拆会当中比较 算是比较大的 也比较有规模的 但是他们的主要的意向 也是海外的华人 的这个福音事工 好 那我们看看 华人教会做义文化或跨文化宣教工作 有多少呢 有多少人呢 这是2011年的时候的统计 新加坡马来西亚加起来554个人 香港356个人 台湾552个人 北美250个人 其他地区150个人 这里写中国大陆多少人呢 我所知道 我只能根据我所知道的 我想各个零零星星这样加起来的话 可能中国出去的 大概也有个200个吧 有人说不止 你的不止是根据什么 啊 好 我只能根据我 而去的人呢是 中国式宣教叫做 单身教宣教 他这个宣教呢是 教会 或者这个意象或上面的意义 他有一个感动 他就开始 然后有人进去了 他们就给你们买了一张单身教宣教 其实像你说的 非常粗糙 根本就没有任何 中国大陆的这种状态 去到那个地方以后呢 他们要 他们尤其是有部分人 在你建立他们的身份 他的身份之后呢 要么成功了 建立教会 他们跟你们做一个 还有呢就是 他们就 剪辞下来之后 有些关系的家人 或者公民 他们也谈谈 因为光会的体制麻烦 最终都是经典的时代 没有这么大的 这是我所知道的 大陆的体验 对 社交的体验 好 我接触到的 我接触到的团队 这个是我实际接触到的 那么他们大概就有上百位 那当然这个是非常低调的 我也不方便说 那至少这一百位都是目前 有的是在那边一两年 有的人长一点的 甚至七八年的时间 那他们是因为是有一个 有一个拆会在 在整个这个在拆会里面的 他不是 所以我刚讲就说 中国教会现在 我很担心的就是 这个 我们现在要做了 来 我们大家就组织一个拆会 自己就干起来了 那么土法炼钢 自己就组织一个拆会了 然后呢 主任牧师 或者这个团队的负责人 他就是拆会主席 是不是 然后就说好 现在派你到伊拉克去 现在派你到这个 这个这个土耳其去 就派你去哪里 就去了 你好歹也去看看 土耳其那边情形怎么样吧 签证情况如何 孩子教育以后该怎么办 你懂我意思吗 你这些东西都没有搞清楚 你把人派过去 真的就是送死 所以为什么伤亡率死亡率很高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预备它 还有宣教是训练呢 对不对 这些就丢过去了 那你好歹 我国内的 我过去这些年 国内里面有这个所谓的宣教班 我尽量就以宣教班为主 因为如果要去教神学 那太多的跑不完了 我就以宣教班为主 哎呀也是可怜 很多这个宣教班呢 就是几个人 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说 我们有很多人啊 哎呀有的人喊说 中国教会现在有一亿人 随便你说了 差不多 对就是就出去了 对 对 成熟的是 有很多的 人一定会做这个工作 对吧 因为那个国外 你能够那么多人到中国去 中国也一定会采购 很多人到国外去 到世界会去宣教 还有一个问题 他们很多真正的宣教 并没有宣教 他们就是很命的 我就知道了很多年轻人 他们在国外带了好多人 嗯哼 我相信有很多人 随便被了很多宣教 随便来护养 像有没有漏洞 有没有不完整 有 那也在 当然不会 所以我刚讲这个数字 因为国内这方面 不不不比较是比较敏感 所以这个数字 很难说有一个哪一个准 那我刚讲的 也只是根据我所接触的 我对这一块因为比较注意 所以大概 就是说 包括我最近去国内 也是一个团队 他们各地的 这个 都是牧者 我就当场问他们 因为他们也是对这个2030有负担的 我就问他 你们当中 有拆派宣教是出去的 举手 两个 两个教会 就是有两个牧师举手 那我们是大概有七八十人的一个聚会 所以我从跟他们这样子一了解 那你可以算嘛 就说虽然这不是一个最大的团队 但是大概也算是有个 几百间教会的一个团队 那你就以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团队来说 他也只能够有个几间教会 拆派宣教是去跨越文化 这不是说他 这是牵扯到很多东西的 就是说第一个 他们过去没有这种人去告诉他 或者去给他这意向的时候 他也没有去想到要去国外 对不对 他们想到的就是怎么样子 在北京 在上海 在这些地方能够建立更多的教会 起初就是因为说 哎呀老家的人来了这边工作了 那我们就把他们召集起来 就建立教会了 建立教会之后发展了 就一间两间这样开始发展了 其实并没有那种所谓的 我就说宣教教育很重要 而且这个宣教教育不是宣教士 需要宣教教育 做养牧养教会 开拓教会的牧师需要宣教教育 从台湾的教会的例子 就是看不见这一件的重要性 因为多数的牧者 没有在神学院的时候 有清楚的对宣教的认识 所以当他建立教会的时候 他就没有往这个方向做 当他成为大教会的牧师的时候 你更难改变他 他干嘛要听你的 他要听谁的 我现在两千人 请问我听谁的 我要听那一万人 是不是 所以最后就变成 大家就以建立大的教会 或者自己能够发展 更多的堂会做目标 而大使命的那个万民这两个字 就被去掉了 那个万民两个字 就变成还是华民 是不是 所以我知道 有的教会就是已经 他们也到了海外来建立教会 不过还是在海外做华人的工作 你说这个叫什么名字 就是这个会议的名称是什么 所以你记不得那个名称了 那这次看的是因为我一个认识的一个 一个也是个代导者 他之前认识了 那后来呢 我在这边是英哥 所以你记不得那个名称了 记不得名称了 跟宣教2030有没有关系 跟这个宣教中国2030有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2030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的主题是跟宣教还是跟步道 因为听起来他们在做的是要到各地的地方 去做七天之类的这种步道 那他下面培养了很多的宣教师 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奉献基金 是为那些宣教师 拍拍到世界各个部级的地方 做宣教我们的 那现在是每个月 在不同的国家有一场 那个在以色列做完以后 应该就是越南 我所记得的 好 你们有其他人有听过这个吗 我听过这个是这样 这个他还是我刚才说的 一清胡椒 他不是没有一清胡椒 像他做成架构 他不是在胡椒里 是在原地的 他没有做成系统的架构 他说的这个人现在已经太流亡了 也不知道是国家流亡了 所以这场会有些事有些人 你说这个我说一下 我中国大陆 你也给他当作的 作为义文化宣教的 还是有大团队 古大团队里 团队里专门的 负责宣教的 和牧师 这个是他们做的 其他的好像是 内存归宣教的 OK好 好 对 没有也不是最多 美国还是最多 对 这两个合在一起是对的 三万 他们现有三万 对 那他肯定了 好 好 这个后面我们再慢慢谈 好 因为韩国的这一部分 我也会来介绍 那 刚才讲的到底多少宣教是呢 我 我还是 我 我说的是比较保守一点 因为 像刚才这个 王弟兄讲的这个 有一些团队派了人出去啦 单程的机票 或者怎么样就出去的 这些呢 都不是那么样子的 有组织或者是有预备的 好 这种 这种也很难去统计他 对不对 我知道刚才我说那个团队里面 其中有一个牧师说他们支持的就是 是被某另外一个大团队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有支持他了 就转给他了 转给他们教会了 那他现在在中东某一个国家做 可是就他们夫妇两个人在那边住 很辛苦的 后来我也听说他们夫妻之间 因为这个姐妹毕竟还是比较是会比较 你懂 就软弱一点 所以有时很想家等等这些 就他们在那个地方 所以好像太太很想要回来 那先生在那边已经开始有工作了 所以就是夫妻之间好像也有一些矛盾等等 那你像这些都牵扯到 所谓的宣教士的关照 关顾 谁去关顾他 是吗 我早年的时候帮助一个内蒙的团队 去他们那边带领聚会 然后我听说他们有一批宣教士 我就很有负担 我就请他们来 我就跟他们一起有一个次交谈 然后那次的谈话里面 他们听说我是过去做过宣教士等等这些 哇他们把他们的一堆的苦水跟我讲 他说我们当初唱着宣教的中国死也不回头啊 结果到了新疆到了临下到了西北啊 那还是在国内呢 他说问题是怎么在那边生存是问题 团队给他们一个月 那个年代三百块 可是怎么在那边开展工作 身份的问题 你这样子跑到那边 人家说奇怪你们这个家庭在这里生活怎么不工作 你钱哪来的 这些都东西很多的牵扯在那边 所以到最后他们又 最后就很灰心思意啊 回来跟这个教会的这些的属灵长辈 跟这些领导讲 他说我们当年像你们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还不是就这样出去了 你当年这样出去的时候 你要去跟你跟的是什么人 你现在要他去做的是跨越文化的 所以很多真的是到最后灰心思意 然后团队又不能够谅解 最后就离开团队 甚至有的根本就干脆 就去就像刚刚讲 就去工作了 传道人都不做了 宣教师也不做了 所以我想 嗯 我想 您的三教练工作是在这样 就是我在一十年六五年的时候 虽然那时候我在国内 我现在国内也多久 但是那 您当然没有教会插牌 但是我那时候很感动 我就是有机会去传 就是 我在他身上会付 当然就是会付很多代价 就是有时候就是 去给人家 我不能只能 就是可能刚才带领他幸福 但是我就会放很多代价 可能就给人家 就给人家 有钱就给他 就这样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 去到外面就交交的话 其实 背后要很多的收拾 一定要有比较大的计备 对 好 所以我想 我们看好整个海外的教会 包括 如果把 中国也加进来的话 看起来我们 刚好可以破 两千 好 也就是说 全世界的华人 拆派的宣教室 我们现在就算他两千个 刚才讲韩国是多少个 三万 那 基督徒的数目呢 韩国是多少呢 韩国大概是 百分之三十五三十六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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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些 随便你怎么说 你讲百分之三 他讲百分之五十 再一个又讲百分之七十 韩国我很熟悉 而且这个是有数据的 信徒啊 就是百分之三十五三十六 所以他们南韩大概有 四千 三千多万 四千万 人口 那么 百分之三十五 差不多一千多万 一千 可能六百万 这个基督徒 中国教会 我估计 大概是 四千万 所以我们比韩国多多少呢 多个差不多两倍 如果你用比例来算的话 他们筛排三万 我们应该可以筛排多少 六万 是吗 但是当然我们不能用这样算 只是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教会应当可以 有更多的宣教事要出来 但是 怎么样出来 这个牵扯到的因素很多 我只是让大家看见说 我们离那个目标还很远 是不是 现在是把其他新马 香港 台湾 北美 通通加起来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谈到说 在2030 要拆派两万个宣教士 这需要圣灵一个大的复兴工作 才有办法做得到 照人的一推动来讲 我是觉得达不到的 不是我悲观消极 如果我把韩国教会 拆派宣教士的比例给你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 他们是经过这个大复兴 教会也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成长成熟 到1980年的时候 韩国教会 当时候拆派的宣教士的人数 大概只有五六四个 1980年 接着开始 几年的时间 这个 就是那个爆发点开始 每年以一千个宣教士的数目 才增加 所以你算算看 短短的20年的时间 1980到2000年 他们成长了2万 是不是 所以 如果 今天我们要看见 这个中国教会 有出来大量的宣教士 这个是很关键的 这也是回头 后面我要跟你们谈到 当我们谈到宣教的时候 请你不要忘记 你要有强壮的教会 否则的话 那都是空谈 好 这个是 这是华人宣教士的数目的一个 大概的统计 从1989年 340个 大概如果每十年来讲 增加了一倍 是不是 1996到2000年 四年的时间 增加到1000个人 2000年到2011年 10年 11年的时间 增加了862人 所以1862 好 这是 这是华人教会的 这个目前的数目 我这边做一些分析 为什么华人教会宣教士少 第一个 教会不复兴 撇开中国大陆来讲 香港 香港教会 是算是比较 对宣教 比较走在前面 也比较开放的 因为香港教会是在英属 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他们本身 香港的教会的这个比例 信主的比例 就比台湾高 以当时候的情况来讲 但是也不过就是300多个人 新加坡 马来西亚 他们是受英文教育的 所以你看 所谓的康熙牧师 什么这些 他们是受英文教育 教育的教会很复兴 可是中文的 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中文教会 其实也不怎么复兴 因此 你要讲说 新马的宣教士 那是 这些新马的 这些讲英文的 华人教会 他们采派出去的宣教士多 台湾 我当年出去的时候 1990年 整个台湾 统计的数据 出去的宣教士 是36个 我跟我太太 是其中的两个 而且36个当中 你还要扣掉 有一些 是到海外 去做华人工作的 比如说 有一个宋益泽牧师 他到日本 去做日本留学 中国留学生的工作 就是说 真正在做所谓 跨文化的宣教工作的 还不到36个 可能大概 只有一半以下 这是1990年的情况 那我台湾的情形 我刚刚也跟他讲了 教会不复兴 当时候教会的基督徒的比例 台湾的基督徒比例是 2.5% 每个教会都很挣扎 都在挣扎自己教会怎么成长 你跟他讲海外宣教 那真是天方月谈 是不是 好 第二个 缺乏宣教教育 刚才我也提到了 神学院根本就没有宣教课程 唯一的一门课程 又是选修的 所以你说一个人 他修完了这个学分之后 他出去他怎么会看中宣教 对不对 好 第三个 政治环境还有国家地位 以当时候来讲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开放的 80年 80年是开放改革开放 是不是 但是什么时候中国才开始走出去的 我现在讲就是说经济各方面 还有就是说出国也比较方 什么时候 大概一个时间 2000年嘛 对不对 你连国都不能出 你还谈什么宣教 是不是 所以国内没那个条件 整个的大环境 不给你这个环境 那台湾呢 台湾因为两岸关系 两岸就玩这个金钱游戏 这个台湾的邦交国 一直都是维持在30个以下 最近因为两岸关系倒退 又被 又少掉几个 所以剩下好像只剩下20 好像23个吧 而且这23个国家都是一些小国家 有些我都没听过 什么所罗门情岛 听过所罗门 或者是什么 所以你知道我当初出去的时候 拿台湾的护照 我到这个墨西哥要去 大使馆去办签证 我一看我就觉得怎么搞的 我怎么跟这些人在一起 那些什么印度人 或者是菲律宾人 就说这些国家比较穷的 比较弱的 所以你都要他乖乖的去给他办签证 那美国人根本不用去办签证 美国人拿他的身份证 或者是拿个绿卡 他一过边界就自动半年时间 那我也是要去那边办签证 结果进去办签证 他只给我一个月 我就跟他理论了 我说你怎么只给我一个月 我说我的美国朋友 他们都是至少半年 他就把我带到他们的那个 小黑屋里面去 不是小黑屋了 不黑了 就是都是他们 就是他们的 等于说他们的单位主管的 那个地方去 那个主管就跟我说 他说 他说Let me tell you 他就英文过去 他说Because of China 他说因为中国 这个就是 你懂我意思 两岸的关系 他就是跟墨西哥 跟中国有关关交 所以他就就要 墨西哥不要给台湾方便 你懂这意思吗 所以你看我们做宣教师很辛苦啊 我做宣教师这段时间 到每一个地方都要办签证 到马来西亚也要办签证 我们韩国的同工 我们新加坡的同工 还有我们那个另外一个什么同工 他们全都不用办签证 只有我要签证 我又去跑去 马来西亚大使馆去办签证 结果进去一看 又是我们这个 印度同胞 跟这个 反正就是这些 那些都是落国小国 他就要你办签证 你懂这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你看 你们看过一部片子 大国兴起吗 大国崛起吗 你可以看见在宣教历史上面也是如此 当葡萄牙 西班牙 虽然他们是天主教国家 英国 荷兰 美国 这些国家当兴起来的时候 它是政治 军事 国家强盛起来的 经济强盛起来 连带的 他人家就不得不买他的账 对不对 韩国也是如此 韩国他们其实到世界各地 他们的护照很方便的 你没有这些东西 你要成为一个宣教大国 是很困难的 现在中国的护照好用吗 好用啊 感谢赞美主 好用 比以前好用 比以前好用啊 比以前好用啊 中东好用啊 好 我们祷告中国的护照要越来越好用 越来越好用 好 所以政治环境 国家地位 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我想神预备中国 至少在 这个所谓的 这个国家的地位 还有这个大环境来讲呢 这方面是已经是比以前好太多了 对不对 但是呢 整个国内对信仰这方面的 如果不能够很自由 也很难 你现在如果国内出去 做宣教士 你牵扯到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 你出去 你一出去 马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动作 对不对 第二个 你这些宣教士 钱从哪里来 从哪里会 所以现在为什么 中国出去的宣教士 都是偷偷摸摸的 为什么都很低调 是不是 那其实不是只是说 因为宣教国本身 他们的关系 其实是因为自己国家的关系 你不被政府所承认嘛 所以你就必须要低调 那神一定要让这一个 整个大环境 预备到一个地步 像韩国 今天他 韩国出去宣教大大方方的 资金要出去 这个教会 母会或者差会 要支持他们这些 都是很方便的 你不要说今天还要靠国外 靠国外出钱 我跟你讲 这种宣教是最不好的事情 中国的教会做宣教 一定要中国教会自己来支持 你再次靠外国的资金来支持 第一个我觉得很丢脸 中国已经有钱了 还要老是要靠外国 第二个就是你靠别人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 是不是 那就是另外一个银属的 就是 那就是另外一个因素 你教会没有办法做宣教的原因呢 我刚刚讲了说钱财 你知道中南美洲的教会 其实也很兴旺 阿根廷 墨西哥 这些我知道的地方 基督徒的比例都是超过10% 15%的 对不对 这个比例远比中国多了三倍 但是为什么你很少听到这些宣教是 没钱 就这么简单 你没钱你没办法做的 那所以这些国家穷啊 政府贪污啊 你不知道中南美洲的这些国家有多贪污吗 一个总统下了台之后 我到墨西哥宣教的时候 我去贷了2000块美金 当做是一开始的一个费用 存到银行 第二天 总统宣布 新总统宣布 币值改换 本来是一块美金对八块 对八块墨西哥币 现在变成是一块美金 只能对四块墨西哥币 请问你 我一天之间我是赚了还是少了 我2000块的价值变成只剩下1000块 你懂意思吗 为什么 因为上一任总统下台 把200亿的美金都带走 中南美洲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他一辈子到现在 他就是起不来 都是几个家族在那边轮流的做总统 好 所以我想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比较更具体知道 当我们在喊口号的时 同时有很多东西 是我们需要踏踏实实去做 另外也有一些东西是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祷告 我们说中国要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 我们祷告也要有重点 对不对 你不要只有激情 你要很清楚知道 一步一步怎么样才能走上这条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宣教历史的原因 神过去如何的使用这些国家 你会发现有些原则在那边 这些原则不是说 我们这个去 是靠我们的力量去达成它 可是神做工它有它的原则 是吗 所以我们祷告也要祷告说 神啊 求你让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 那你怎么样 主啊 中国现在已经有钱了 但是刚才我们牧师讲说 没钱在教会啊 主啊 你把更多的这些 把马云啊 带他信主啊 所以要带他信主啊 要把这些 这些的这些 神可以把万国的财宝怎么样 都带来 是吗 所以 在台湾有一个牧师 后来他在建立了一个教会 到达了八百人的时候 他把主任牧师交给另外一个 跟他一起开拓的同工 他自己再去开拓一间教会 他去哪里开拓 他去台北 101 那个最有钱的那些人都在那边 他去那边开拓会 庄西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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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名称都很 叫IM教会 你说在北京啊 不同不同的 台湾有两个黄国人 一个是黄国人牧师 一个是黄国人是艺人 OK好 我们这一堂课时间先到 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 好